5月20日晚,阿运跳水冠军郭晶晶亮相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郭晶晶即公布诞下三胎后首都公开亮相上海。 当晚,郭晶晶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亮相,产后身材已恢复得相当不错,精气神十足。 除了《我爱你》谐音,5月20日其实也是全国母乳未养宣传日。 作为其他大使身份亮相活动的郭晶晶在现场也分享了自己的母乳未养心得。 然后我们知道你一直在矜持母乳未养,是出于何种考量? 为了孩子好吧,因为一直觉得母乳是对孩子最好的,那真的孩子会比较不容易生病,身体也比较健康,比较结实。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郭晶晶坦言确实比以前更忙碌了,但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欢笑。 在他看来,做妈妈其实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 虽然三个孩子会很忙,但是自己也会很开心的,就非常快乐。 那有孩子的陪伴,家里有很多笑声,虽然有的时候有很多哭声,就很热闹。 所以,就很开心了,所以对,我觉得最重要,最主要就是要积极一点,跟着心态比较好。 其实做妈妈是很快乐的。 在育儿方面,郭晶晶也一直是坚持亲力亲为的理念。 我觉得就是凡事亲力亲为吧,因为孩子,就大得很快,一眨眼就长大了。 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尽量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做,这样子就有很多美好的一些记忆和回忆。 郭晶晶透露,尽管霍奇康平日工作十分忙碌,但一旦有时间,他就会带孩子出去拓展事业,增长见识。 老公算是你育儿上的一个帮手吗? 会的,其实因为他也工作很忙,但是他都会尽量,有时间他会陪孩子,但是他会经常会更多的,他有空的时候会带孩子出去, 因为他觉得带孩子出去多去看看,孩子就会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周末会带孩子去博物馆了。 2013年8月27日,郭晶晶淡下一名男婴。 2017年4月24日,郭晶晶淡下第二胎女儿。 2019年4月26日,郭晶晶老公霍奇刚在个人微博公布了三胎女儿的喜讯。 我们下期见。